大家好,朱春桃 今早有網民拍到在舊麗都會戲院 對出行人天橋路口 有一架重型拖頭 拖著卷很大的電纜 準備過路口 不過大家都看到高度實在太高 應該過不了天橋 不過司機竟然偽高人膽大 硬闖 結果撞到天橋 過不了去 要移一斜 但天橋已經被撞爛了 看來有受損 有網友說這樣撞法 麻煩政府找人驗一下橋 因為不想開車 走過橋底時中頭獎 有網友很好奇 為何買了一間 有交通景開路都搞成這樣 事前沒看過限高圖 沒計劃過路線嗎? 照計應該要人批 不知哪個人批他走這條路線 搞成這樣 有網友好奇 今次撞橋 用不用罰呢? 其實一早找時代物流 就不用這麼爛 說笑而已 市民說 他卡住在這裡 真是輸了 為甚麼呢? 因為塞車塞到爆了 最後尾 不知怎樣走 有網友說 不如拆了天橋 再給錢起角 起高一點就可以了 這些說笑而已 有人說 不如卸他下來 成群電纜滾過去 再調上去就可以了 可能真的是這樣 因為貨車退後 走前又走不到 這些蝦鹿野 在澳門周不時出現 好 這一集就看到 聲音欣賞支持我 記得訂閱